把饭给我的爱人来一本抹一斗 我喜欢欲读他微信射的眼眸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头发巨多不好可惜了的市长 今天市长给大家带来的是 名侦探柯南林的 824集气氛僵硬的茶会 嗯 吃到这个茶艺啊 市长可以说是一点都不了解了 官方的回答他的废话 把他嘴巴指挥 把路指挥马 啊其实啊 其实这个官方拍照并不算茶艺 会玩茶艺才叫真的茶艺 哦这是官方 哎算算啊 这这次咱们不搞了 咱们就说这次 柯南林的这个大女主吧 为了杀死闺蜜 所以搞了一个茶酒 请闺蜜们来喝茶 女主自己喝的是蓝茶 而闺蜜喝的是红茶 但是为了整死闺蜜 女主首先在自己的蓝色茶上涂满了毒药 然后趁着闺蜜开手机的时候 把自己的茶里面放入一片柠檬 变成了红茶 然后再将闺蜜的茶拿过来 把她的柠檬扔掉 并倒入小苏打 变成了蓝茶 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杀人案 哦妙啊 那么接下来市长也去实验一下 看看她这个手法究竟可不可行呢 首先我们准备一杯蝶豆花茶和一杯洛神花茶 然后我们先往蝶豆花茶里面加柠檬片 哦变红了 不过跟洛神花茶的红还真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再往洛神花茶里面加入小苏打 嗯真是一点蓝色都看不到耶 所以啊市长觉得客栏的这个手法和想法是可行的 但是可行度太低了 比如你要控制水的这个净含量 放入茶的量 茶叶浓度温度 还有就是茶叶是不是有染色等等原因吧 反正这凶蝶的吃几个羊头也可能让这个手法一次成功啊 那行吧 咱先不纠结这个了 我跟大家说一下蝶豆花的变色原理吧 其实蝶豆花茶TH值在4.5时 乘酸是蓝色的 但只要遇到冥王TH值降到2.5 乘酸性就变成了底色 如果加了点性物质 TH值会升到10 这时又变成了蓝绿色 所以市长忽然有了一个大量的情话 莫非莫吉托 想看市长能不能在办公室逃出莫吉托的 记得关注我微博啊 我们这期就这样 然后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